歡迎收看小胖 好 這個小胖你帶團去巴黎島 據說有情侶讓你印象很深刻 人家說帶那巴黎島 就說不是那種情侶就是很浪漫的 那般就是求婚啊 幹嘛幹嘛 或是密約旅行的那種方式 巴黎島感覺就是浪漫 對 就很舒服 那海角 蛙蛙蛙蛙 慢慢的起來 時間沒有人敢 又那個沒有 早上沒有早上的 你知道嗎 那一隊出去的時候 我已經發覺全部都沒問題 他第三天晚上的時候回來 那女生就哭著說 小胖小胖可不可以幫我 弄另外一間房間 我說幹嘛 我說他跟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是這次帶他來 是專程帶他來這邊分手的 我說 帶他來分手 我說巴黎島這個風景這麼好 這麼浪漫 不是要求婚嗎 怎麼帶他來分手 我說今天晚上不要跟他睡在一起 那那怎麼辦 那房間就去找飯店 再去開一間房間 他說他開給付 他說可以的話 你明天幫我弄早班的飛機 飛回來 因為巴黎島一天只有一班 你就是早上去中午到 中午後面那一班就飛回來 他說可以幫我改一下機票 我說不要來 你這剩兩天而已 那不然房間就出這樣子就好 他說後來就跑去 我也不會不太客氣 就跑去問他男朋友 你是沒錢沒錢 人家浪漫的來這邊 人家求婚的 而且你們交往那麼久了 你知道嗎 還沒有 就是讓他一個美好的回憶 帶他來這邊分手 我說你真變態 真的嗎 真的嗎 這是真的 帶到巴黎島去分手 分手 後來他就說真的 後來那女生就好 就聽我勸 你說飛機票不要趕 就飯店給他 讓他自己又住了兩個晚上 就第三天跟第三天晚上 那一出去 團員就發覺說 兩個都 他怕他怕他 他說長得是忘記了 說那人 就難免都會口角 就罵那個男生 說你時間沒了 你再分手 那台灣就分手 你帶來這邊幹什麼 帶來這邊 女孩子就四處無辜 你怎麼辦 他找誰一定找我 找我 我一定幫他處理 你說不幫他處理 你怎麼辦 那女孩子就一把鼻涕一把 他說 這一次就是讓他有美好的回憶 說他有交出這個男朋友 我說你夠無聊 這是什麼 對啊 聽不懂 後來就飛回去 後來那是一個公司團 他就想說 會怎麼會這樣 後來隔一年 我再問 我隔一年他們公司就找我去 找 就讓我幫他辦理 說要怎麼樣 兩個結婚了 我說結婚了 不是在那邊分手 一把鼻涕一把 分手了 結果男孩子回來說 好像覺得他比較好 好像這個女生比較好 比較好 後來又結婚 後來真的 真的後來結婚以後 又生了小孩 又發個喜帖給我 又嫁個油飯 雞腿油飯 我們就說還好 就三十步 我說是不是峇里島做的 我那時候想說 是不是峇里島做的 結果還好 故事的圓滿是圓滿 那時候當下會有個現象是 你不怕這個女孩子 因為峇里島很漂亮 而且還有個斷崖 不斷崖 你不怕他跳下去 對 那個危險 那個危險 分手還去那邊 不過真的有人會這樣 就是說分手的時候 他反而會很浪漫的結束 這時候我真的有遇過 浪漫結束 就譬如說這個人 他從來不送花 但是他在分手的時候 反而他覺得他一定要做 他在交往過程中 沒有做過的事情 給他一個最好的回憶 那通常我覺得 會去國外分手 他腦中已經有想到 要分手了 那可能說再試試看一下下 如果說真的不行 就分手 像我也有遇過 我有朋友 就是他覺得 他的那個 另一半情人 很沒有同理心 然後在旅行的過程中 就真的 真的沒有同理心 決定要跟他分手 是因為他在旅途中 就生病了 就身體不舒服 那他那個男朋友 一直覺得他是裝的 就是說 你幹嘛旅行的時候 就裝成這樣 裝成不舒服 那他說我想去看醫生 他就覺得你 小題大作無病身影 然後他覺得 我真的很不舒服 你死不了的啦 就是一直跟他講這些話 然後他說 你真的是太大驚小怪 你死不了的啦 他真的就到旅途的 最後他就跟他的那個男朋友說 真的不行 就是你一點都沒有同理心 我真的覺得我這麼難受 你都無視於我的痛苦 我真的要決定跟你分手 所以也有可能在最後印證說 這真的不能跟他相處下去 你都已經痛苦到死掉了 你身體不舒服 他一定覺得 一直說你是裝的 死了 你不會死的 會聽得很傷心 這個伊莉 你在寒冷的中間 跟男朋友去義大利旅行 我不錯 很棒 蠻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這是我年輕的時候的事情 其實因為本來 如果兩個人去旅遊 其實會吵架的原因有很多 但我後來發現 我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租隊友 租隊友等級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就是存錢 然後一年會去那個 比如說像歐洲或是美國 然後去可能兩個禮拜的 就是放鬆 自助旅行這樣 然後我男朋友他的個性 他不喜歡參加團 他喜歡自己安排 好 那我們就會在台灣就先商量 那一次我們就說 我就突然說 我們之前都去美國 那我們去歐洲好了 然後他就說 不然義大利好 我說好 然後他就開始很興奮規劃 那他是一個很自律的人 很有邏輯的人 他就會開始就是 我一跟他講要去義大利了 然後他就開始找 比如說義大利的要玩 比如說我們是玩 北義或是南義 他就開始會規劃 然後一些行程交通 飛機票 哪個比較便宜 他都會開始慢慢找 吃的 他很重視吃的 其實我跟他在旅遊裡面 最大的不同是 他很喜歡吃的 那我很喜歡買東西 跟住好飯店 那他覺得飯店一般般就好了 那他覺得就是要吃 他想要吃的 然後當地特色 這就已經有出現差異了 可是我偏偏 我在旅遊前我是一個就是 就是我先想不要罵 我是一個什麼都不做的人 就是我只有可能 亮出一張卡 我們不想罵你 但是想揍你 就是我都不做 就不參與 就是我不參與 我到了義大利 我記得第一天到的時候 飛機坐著 然後後來 我們就轉那個 類似他們的火車 到一個景點 然後我要先去放行李 那我們就訂了一個飯店 然後放行李的地方 離車站 走路大概十分鐘內 可以走得到 那你知道歐洲 他們義大利的那個路 不是那種柏油路 他們是石子路一塊一個 對 然後 我這個人就是行李 都準備很充沛 所以我帶著很大的行李箱 然後我就看著我 沒有我這樣子 就是寒冷的冬天 然後就 因為我就拖很慢 他說我來 然後他就要拿那個行李 然後因為他還要查在哪裡 因為畢竟不是在台灣 你知道哪一條路 哪一條 然後我就不知道 飯店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知道 我就在那邊走 就跟他後面走 然後他就要提行李 又要查那個 搜尋飯店在哪裡 然後我就在後面看著他 我想說 然後 怡里的男朋友 你為什麼不放行李 就拖著兩個大行李 對不對 然後那個路很難走 很難走 然後你就戴個帽子這樣 不是 我還在後面想說 這個路怎麼那麼難走 就是應該 我還在那邊想說 還好我沒帶高跟鞋 我帶布鞋 我還自己在那邊 就是 然後他就不管我 因為他要找那個地方 因為你畢竟在歐洲 也不是真的很熟 然後他又要看搜尋這樣子 然後那一趟 然後後來我就到了 那個飯店之後 好飯店一進去對不對 畢竟那個是住一個晚上的飯店 我沒有找的 我自己找 但是我覺得 好像還不錯 結果我一進去就失望了 我到了他們安排的那個房間 進去之後 我想說怎麼那麼潮濕 然後怎麼那個 有嗡嗡的那個冷氣聲 然後因為他很累 因為你看他從飛機 然後提行李走路 然後找東西 然後到了時候 就是他還說他有點餓 想要買東西吃 我說我不餓 趕快先到行李 就先放行李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在飯店裡面 我覺得他已經有 房間裡面有一點累 然後我就會念 那時候年輕比較不懂事 我就會說 怎麼這個房間 跟我那個照片找的不一樣 怎麼會搞那麼爛 在那邊誰誰臉 就你找的 就跟我沒關係 然後他就不講話 他就不講話了 他就因為他生氣 他就不講話了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那怎麼辦 那我現在下一個行程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就 因為畢竟在外面 你總是要屈服 我就問他說 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 然後他就大兩關 他就說 我把所有的行程 都排在Google的行事令裡面 我不是有分享給你了嗎 你怎麼在出發前都沒有看 我就說 這樣子在哪裡 在哪裡 鋁工 然後我們 後來好像第二天 第三天我們就去 那個羅馬競技場 然後他就自己就是 我覺得他自己也有 有抒發的出口 他就買了一個那種 就是當地的英文導遊 就是可以介紹 那個羅馬競技場講英文 那麼歐洲人講英文 其實有個槍 我男朋友英文很好 我英文沒有那麼好 我其實有點聽不清楚 我就一路這樣 就是跟著很辛苦 然後他就 我覺得他有擺回 對 他就覺得 你終於就是 就是不能發問 然後他就一直一路跟著 我們就跟著那個導遊 在那個羅馬競技場裡面逛 什麼的 然後我想問他 可是他臉很臭 因為就是他可能覺得 我都沒有做功課 然後又 而且那次真的擺爛到極限 我確實什麼都沒有弄 我就是這樣人就去了這樣子 對 等一下再來談談 你的日本之情 生日慶生 來 先休息一下 還好他沒走 是不是 我太好了 是不是 和我 都不能讓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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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